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时至深秋 黄河水未回落 裸露的河床上冲出一块巨大的头骨 附近的牧民们请牦牛教授南杰来鉴定 南杰判断 这正是罕见的野猫牛头骨化石 不过 放养一头有野猫牛血缘的肿公牛 一直是它的心愿 马多县 黄河之源 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 蕴藏着无穷的宝藏 各种珍稀动物在寒风凛冽的旷野中游走 这里也是青藏高原野猫牛的主要栖息地 为了优化家养牦牛的种群 南杰打算引进一头耐高寒 抗病力强的野猫牛 做育种的公牛 感觉我们的野猫牛它在呼唤我 在屏边呼唤我 湿地也不怕 山坡也不怕 枣子也不怕 什么都不怕 往前冲 野猫牛真的不艰难 生存在植物隔壁的环境底下 草都好好地没长 它就在这里生存了 我就寻找我们野猫牛 它是我日日业业 它是此刻期待的一件事情 地处海拔四千六百米的育种基地 四周是一片无人区 桀骜不驯的工业牦牛 会光顾家养牦牛群 它们自然交配的后代 便是南杰想购买的野猫牦牛 牧人扎西 是这个育种站的负责人 野猫牦牛 踢个大 家庭牦牛的踢个小 长鸽子的这个速度 野猫有趣 所以居住在高海拔 这个地区的这个牧民 它们就考虑到 怎么能接近这个野猫牛 因为它们考虑到 这个平常盖量 这个四月份生的 就六个月 六个月相当于是这种 普通家养牦牛的 凉水的体育 南杰对这头野性十足的 小公牛一见钟情 他想用高于家养牦牛 五倍的价格购买 但扎西依旧犹豫 南杰的诚意打动了主人 但野猫牦牛也性难选 究竟有没有缘分 最后要看这头小公牛 自己的选择 野猫牦牛心情凶猛 四五个康巴汉子 血脉奋战 地上决斗 一触即发 小公牛不但蛮力强劲 而且还智勇双全 几个就地翻滚 就挣脱了什么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活动频繁 白杂乡 白杂村之书 财家和几个管护员一起寻山 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期间 如果我们爱着,我们要给我们的取消灭 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取消灭 我们要来看看 我们在主要的取消灭 我们要去取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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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去取消灭 寻山途中 才家他们发现 林场周边有几间房子 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是盗猎者所谓 还是传说中的野雄出没 才家他们决定在林子 安装红外相机观测 予以监控 百渣林场总面积7.5公顷 1998年 政府启动退坑环林工程 这里变成了植物与野生动物的天堂 茂密的丛林里 生活着雪豹 蛇蜊 白纯鹿 藏马鸡等 滚沪园每次寻山 少择两至三日 多择一个月 沿阳纳布曾被收养数月 相遇后重返森林 但他从未忘却人类朋友 每当森林里传来管护员的歌声 纳布便会拖家带口 守候在他和管护员最初相遇的地方 等会儿 当近参加基督吸稿100人 这就是实际上的 启动 这就是本质的 要找他 羅勒 要 appealing 那端 大家 寻山归来 才家验看红外相机 破坏房屋的不足之客终于揭晓 从小生活在麒麟大草原的琢磨 天生一副好嗓子 喜欢唱歌的他 渴望一个大舞台 今年夏天 他报名参加了 省城西宁百姓之星选拔赛 第二季百姓之星才艺大赛 年度总决赛 现在开始 接下来有请优拉朱玛演唱自己的原创曲目 麒麟山花 你慢点开 新时代花生日 冲锋节日为马师来剪菜 阿爸妈第一次看到我在舞台上的演出 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其实这些年 我参加过很多比赛啊 这些压力很大的 有时候一个人赶很远的路 连饭都吃不上 最后还可能会被淘汰掉 但今天看到他们为我骄傲的样子 我觉得这些苦都是值得 我唱的好不好 一点声声好棒 我唱的好不好听 在麒麟牧场 家有喜事必要宰杨庆贺 煮一锅原汁原味的手抓肉 围着篝火 卓马要为家人献上他的新歌 阿爸妈 首先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的翻唱歌曲 慈祥的父亲 我想让我的阿爸妈来当我第一个听众 当我唱起《慈祥的父亲》这首歌的时候呢 回忆起了我的童年 再看到阿爸日渐苍老的脸 还有他多年以来的辛苦劳累 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父母给了我更多的心心 草原给了我更强大的力量 我一定会创作更多好听的歌曲 来赞美我的家乡 唱向我美丽的大草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